突然加大,被困车辆被急流裹挟连续发生翻滚,向下游河道位移近20米。 洪流一度没过车顶,被困人员艰难地将上半身伸出车外,随时有可能被洪水冲走。 为了尽快将被洪水冲走,此时,洪流进一步加大,车辆随着汹涌的水流再次发生翻滚,被湍急的河水冲向下游50多米。 待车身稳定后,消防人员立即呼喊引导男子爬上车顶。 同时,吊车吊着消防人员来到被困男子附近,将绳索和救生衣抛头给被困人员。 待他穿戴好后,吊车将被困男子调离水面,转移到安全区域。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,被困男子终于脱困,索性身体无大碍。 经询问得知,该男子因急于回家,没有注意洪水进行提醒,驾车闯入涉水路段,才导致事故发生。 已经拉起了警戒线,在这里指手,劝导这个车辆绕行。 环卫部门正在清理被积水冲下来的这些树叶和污物。 现在在桥下的固定泵站已经开始抽水作业。 汽车行驶在这些路段的时候,积水漫过了半个车轮,车速缓慢。 还有一些积水路段,积水较深,不具备通行条件。 可以看到一些车辆抛锚了,泡在水中。 我们从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,截至到上午10点,目前市区有5处桥梁断交,有7个点段出现了积水。 目前保定市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一级应急响应,要求各单位落实响应措施,并做好相关应对准备。 当地城管部,巨马河等等的流域都出现了超警戒水位。 所以说将近2000名的咱们的武警官兵是没有人员伤亡的一个情况。 但你可以看到,这边可能是没来得及转移的咱们一个值班室的电动三轮车,你看,已经被淹没在这个村。 大际大根 大厨 大阪 大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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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